传统老菜雪面豆沙 咱们准备一斤鸡蛋 然后袋装的豆沙 鸡蛋呢咱们用蛋清打成蛋泡库 豆沙呢把它团成圆球 豆沙放冰箱震一下 比较容易成形 然后把它分成均匀的剂子 揉成豆沙碗备用 将蛋清分离出来 一点蛋黄都不能有 否则会影响色泽 学徒的时候都是用筷子打这个蛋泡库 现在有了打碳器就方便多了 将蛋清打发至插上筷子 不倒即可 然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半勺面粉 再次搅拌均匀 油温两成大约90度 这道菜要求成品颜色洁白 所以油温一定不要高 将豆沙裹匀淡泡库 迅速下锅 防止间隔时间过长 产生色差 小火低油温炸至蛋泡库定型即可 装盘时撒入棉白糖或者糖粉 黑芝麻点缀即可 喜欢的朋友们加个关注收藏起来吧